这里的回涨得以延伸 我们将在随后获得一些市场看涨的信号 在英国公投显示 推欧占优的结果公布以后 交易周内的市场一片喧嚣 那么公投之后 技术图标显示什么走势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对波动性的统计 在公投后的一周内 我们看到了布林黛之上的波动 扩张到更大的幅度 上探的程度一度达到蜡烛的25% 而三天之后 尽管交易周还在持续 波动K线则是急剧下跌 因此市场的波动得到一定平息 还有这里的蜡烛大幅上走 也导致比试动量指标上走触底 看起来波动性指数在周内 还将保持在18%至20%之间的水平 而如果来观看一下 更长期的图标走势 这里是波动性指标的月线图 我们在顶部的位置看到波动指数比率 从中我们了解到短期的波动指数 要比三个月波动指数上升要剧烈的多 这与先前曾经出现的两组月度波动指数对比 三个月波动指数的上跳类似 当前这个先是快速攀升之后逆转下行 显然现在是熊市市场出现一些问题 人们纷纷看空平仓已收回一些利润 那么谈论完货币的波动 股市的情况看起来又如何呢 在这里的波动性指标上涨接近25%的时候 我们看到下方的标普指数则是大幅下跌 在公投结束公布的三天之后 图标显示出现小幅跳空 跌下2000位 大概是到了1990周遭 现在则是回升到了2030、2040的水平 问题是基于星期时段的震荡指标 在先前一度触顶之后 现在下探达到超卖区间 因此如果这里的回涨得以延伸 我们将在随后获得一些市场看涨的信号 难道标普指数的回涨将能够持续下去 让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图 图标显示公投结果公之于众之后 市场在周五出现了非常大规模的下探 之后周一下探继续 周二则是已经出现回涨 标普指数水平大概恢复到了先前支撑位的水平 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些绿色的云区 这告诉我们回涨如果能够延续的话 指数将有可能上升到2070的价位 但我们可能需要保持谨慎 7月初阶段回涨未必能够触及到云区 但是一旦价位能够回涨到2080 那么整个市场形势会看起来更加乐观 这与当前指数水平相差的距离不是太大 那么欧洲股市是否也会回涨呢 欧洲股市的情况略有不同 但是整体来说也会回涨 首先一点我们注意到的是 公投结果一度让欧洲股市下滩到 今年二月份曾触及的低位 而彼时美国股市没有这样的下跌 之后股市出现跳涨 造成这样巨大波动的原因 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当然对标普指数的相对力量指数 也出现过下走 后续的盘征走势将会更为重要 日本股市看起来又如何呢 谈到日本市场 我们也是看到了类似的情形 股市也一度触及二月份以来的低位 但随后就开始回升 有意思的一点是 从短期图表中看到 公投后的周一欧洲股市还在下走时 日本股市已经开始回涨 目前还在保持 从出于超卖区间的震荡指标来看 朝向16000点进均回涨 还应能够继续 一旦突破16000 情况将会明显好转 日本市场离欧洲有些远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 又有何反应呢 令人惊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通常来说 新兴市场对变动的反应都会比较过激 其对标普相对力量指数一般都会下跌 不过这次情况不是这样了 因为从基本面来说 英国推欧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显然没有其对欧洲和美国 这些重要贸易伙伴那么大 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从先前支撑位回涨之后 现在市场的盘证形势看起来很不错 特别是震荡指标没有上探出顶过 而除了印度市场之外 甚至连先前表现不佳的巴西股市 现在看起来也相对不错 我们注意到巴西市场对标普 还有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的相对力量指数 都在上升 这说明市场的情况在好转 也就是说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那么您对投资者交易黄金有何建议呢 最糟糕的时刻真的是过去了 我们看到金价从公投结果公布之后 市场避险情绪趋势攀升至的1362价位 回落到1323水平 因此市场恐慌的局面确实有得到控制 金价短期内有望在1250至1316的区间内波动 因此如果先前是1250做多的话 现在或许是考虑在1300以上价位卖出的好时机 而或许还可以考虑在1250价位周遭买入 此外投资者们特别是对债券投资方面产生了新的问题 退欧时的美国债券收益 从先前的1.75%跌到新低1.45% 不过现在图表中的岛形回涨 将能够使收益回到1.55%以上 这意味着像今年2月份曾经出现的回涨那般 收益仍有可能恢复到1.75% 在收益回涨的情况下 债券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因此投资者们将需要自行决定 是投资债券还是投资股市比较好 布鲁诺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谢谢邀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Business News Goodbye for now